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1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中午的节目 那么今天上午虽然大盘指数表现不错 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一下的话 你会发现上午主要还是蓝球股在支撑大盘的表现 但是大批的题材股今天上午的表现并不理想 虽然今天上午上证指数有一段时间是突破了3400点 但是就突破的力度来说是比较弱的 目前仅仅依靠蓝球股的表现 而且还是在券商板块没有发动攻击的背景下 我们不认为上证指数会有大的突破 我们看到今天上午券商板块成交量只有324亿 这个数字比昨天上午的400亿左右 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萎缩 不过上午排面上比较好的是 今天北上资金今天上午是出现了44亿左右的净流入 如果可以保持的话 那么这张会是8月份以来 北上资金第一次连续两天出现净流入 但是这个情况能不能维持 这个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 目前我们还是维持上证指数 会在3200点到3400点之间 做一个区间震荡这么一个判断 那么这是今天中午的节目 详细情况我们晚上再聊一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